现在呢喊出了2028年 我们台湾要生产18万家的无人机 美国爸爸在其中扮演了这个角色 非常关键的角色 什么角色呢 我们等会待你来看 先来关注到关于这无人机的部分 美国商务部在22号率团来到台湾 他们有26家无人机的相关的厂商抵台 首次美官方安排来台湾考察国防产业 美国的商务部国防部的官员是随行的 还有呢这个举动呢 其实背后的意涵是 因为目前嘛 俄乌开战之后呢 无人机的需求大增 供应链感知不及 所以呢 他们在寻找可代工的零件的台厂 副零件台厂 纳入美方的供应链 所以他想到的是台湾 那美商呢 想要这个适合这个代工的这个零件业者 那甚至是由我方来量产 好 我方来量产 那但是呢 是由美方的厂商贴标签来销售 好 尤其目前很多无人机 有很多零件呢 都是大陆制造的 美方呢 想要打造一个非红色供应链 经济部也订出了到2028年 好 我们的目标 月产1万5千架 年产要来到了18万架的无人机 好 如果真的可以就是达标的话 将会带动整体台湾的这个产业 产值高达了300亿元 跟目前相比成长了10倍左右 好 台湾的无人机有多厉害 其实台湾的无人机有默默的来发展 那尤其有一款台湾制造研发的无人机 深受美国的青睐 哪一款呢 好 就是图片当中的这一款 它是中科院呢 为国军研发的多款产品 其中这一款这个剑响反辐射无人机系统 美方在先前就曾经表达高度兴趣 这架无人机呢 它采用的是三角翼的设计 长约有大概是两公尺 以螺旋桨推进 发射之后呢 会依据这个GPS的这个导航 到达预定的目标之后 就在上空盘旋 那开启呢 这个寻标器 搜索雷达讯号 一旦寻货目标 这一架无人机就会化身 飞弹俯冲来攻击 好 性能很厉害 所以呢 之前就传出了 美国对这一架 我们台湾中科院呢 替这个开发这款产品 非常的有兴趣 好 但是呢 你看到 这个美国他们来呢 他们想要是说 好 那由你们台湾制造 零件呢 也由你们来组装 但是贴标 是贴美国厂商的标签 好 这样公平吗 好 也引发外界的一些讨论了 那说到无人机呢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好 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先前的新闻 台湾 其实有所谓的 无人机国家队 在哪里 图片我们找出来了 好 地点呢 是在嘉义县 之前呢 赖清德 还去这个参观呢 而且呢 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基地 这个是亚洲 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 好 就落脚在这个绿营 长期执政的嘉义县 那对于这个 我们自己生产 如果我们直接卖给美国 那贴台湾标签 可不可以呢 国防部长 顾立雄说话了 他说 军工生产 必须建立规模 但授予现实 我们不适合 用自己的品牌 但是呢 可以成为国际供应链的一环 特别台湾握有半导体晶片的强项 那美国现在特别强调 去中化 去红化 这对台湾而言 是一个机会 好 你看顾立雄说 好 我们台湾自己造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卖 他说不适合 因为碍于现实 但是可以成为国际供应链 好 因为我们要加入美国的 所谓去中化 去红化 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机会 那大好机会 来看到现在中科院 汉祥公司无人机业者 打入西方供应链 是重要的商机 好 若是循着军售管道 向美国来采购无人机 重要零件 是由台湾来代工 那为什么不直接 美国向我们台湾来下单买呢 Made in Taiwan 难道不好吗 好 没有不好 非常棒 那你美国又不让我们贴 我们Made in Taiwan标签 为什么呢 好 来看到这个立委赖士宝 他说 号称无人机国家队 虽然台湾可以做 但是呢 无人机的机体 如果没有规划得宜 最后都是创造条件 让绿油油 更有做生意的机会 还有这个 质朴产业趋势研究所的 执行副总 林伟志 他强调了 年产值 只有18万价 如果要外销数量 恐怕难以满足需求 那么预计呢 目前看起来初期啦 应该还是会以内需 或是国防为主了 国际政治观察家 方恩格 他就提到了 其实从这件事情当中 他说还包括之前 拜登政府向台湾提供 181.3亿的无偿军援 他认为 台湾应该要表示 谢谢但不用了 为什么呢 他强调了 接受美国免费的军事设备 这意味着台湾 在自身国防上 投入的不足 必须要靠美国爸爸 才能决定台湾需要什么 来保护自己了 好 你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事件 引发各界热烈的讨论 还有包括了 那台湾确定要跟着 美国爸爸的脚步走吗 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这个俄罗斯发布了 这个价值观敌对的 国家地区名单 总计列出了 47个国家地区 台湾入列了 亚洲国家还包括了 日本南韩新加坡等等 那当然啊 你看到现在台湾呢 除了是靠着美国爸爸之外 也被俄罗斯列入了 所谓的敌对国家地区的名单当中 对此呢 前立委过这辆点出了 俄罗斯呢 会有这种行为 除了是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日前无端去惹出了 中俄领土问题的货端之外 也是俄罗斯自己的外交策略 包括了俄罗斯在向中国大陆示好 郭正亮他推测了 台湾再继续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 可能会引发两方交易 以及俄国在台海冲突中 站队大陆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 这个当然跟前一阵子 那个爱魂条约 那个 他跟台湾这边的交锋有关啊 那当然也包括另外一个啦 结果俄罗斯在向中国大陆示好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越来越向东看 越来越要进入太平洋 那他认为他向中国 台湾问题示好 那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问题 能够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除了那个赖清德 无端去者这个货之外 也包括他自己的外交的策略 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啦 事实上坦白说 我们台湾事实上到现在还跟 我们在俄罗斯有经贸代表处 我们在乌克兰是没有任何代表处 我们台湾事实上要去乌克兰 要到波兰签证你知道吗 那我们事实上跟俄罗斯的关系 我说实质关系啦 是远大于乌克兰 然后我们的煤炭 还是跟俄罗斯购买的 一直到今天都还这样 所以这个往来反而是更密切的 本来就是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 那不止这样啦 事实上还有一些实质的东西啦 比如说渔业的停靠啊等等等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事实上我们跟俄罗斯关系 是有一些实质交流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立法院 还有台俄交流协会啊 我就没有听过台污交流协会啊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 去过俄罗斯蛮多次的 结果我不知道赖兴德在想什么啊 他这个搞不好会惹出 其他的事情来啊 比如说俄罗斯跟台湾的交易 会不会出问题 那还有这个未来 如果真的发生台海的冲突啦 那俄罗斯会不会第一个表态 说他支持中国大陆 那这个对台湾怎么会是好事呢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事情看就知道 赖兴德这个人做事情是 很没有周延的一个思考 就是一时的冲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小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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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ga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